变态杀人狂连续作案 庶名无辜女孩被害 就在警方焦头烂额之际又有一名女孩失踪 警方抽丝薄茧终于将凶手捉拿归案了 为了能找到最后一名被绑架的女孩 警方利用高科技进入到了凶手的思想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惊悚片入侵脑细胞 儿童临床医学家Kenselin 供职于一家研究大脑的高科技医疗公司 这家公司的主要研究方向 是利用高科技的医学手段 让Kenselin的意识进入到患者的意识当中 从而找到症结的所在对症下药 目前他们正在针对一个虽然睁着眼 但是不会说话的孩子进行治疗 但遗憾的是 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半了 依然没有什么成效 孩子的父母已经沉不住气了 希望能把孩子送到正规的医院治疗 变态哥是一个连环杀手 他的袭击对象都是年轻的女孩 他的作案窝点一共有两个 一个是郊外的废弃厂房 一个是自己家 警方接到报案后 在一个桥下面发现了一个女孩的尸体 作案手法跟之前几个被害女孩是一模一样 都是出自变态哥之手 变态哥之所以变态 是因为他脑子有病 这种病导致他根本就没法停手 没过几天 他又盯上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大波浪 警方经过对现场的勘察 发现了一根狗毛 经过对这根狗毛的化验 发现这条狗患有白化病 警长吩咐手下 到本市所有的狗场和狗犯在那去调查 务必查出这条狗的下落 警长说凶手作案的频率是越来越快 以前是几个月才干一次 现在大概一周就要发一次案 从这个现象能分析出两种可能 如果不是凶手在向我们挑衅 就是他已经无法自控了 或者说他希望自己赶快被 因为从他留在现场的狗毛和抛尸的地点来看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大波浪晚上下班到地下停车场开车的时候 被变态哥给绑架了 大白狗对眼前的这一幕很是不理解 当然他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帮凶了 街道消息的警长很快来到了大波浪家 虽然目前看来仅仅是失踪 但警长却坚信大波浪已经被变态哥给抓走了 因为在绑架大波浪的现场 他们同样发现了那只白花狗的狗毛 从大波浪家出来之后 警长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某个狗厂三年前曾卖出过一只白花小狗 而买这只小狗的人正是变态哥 随后警长带人包围了变态哥家 没费什么事就把已经昏迷在家的变态哥 和他那条狗给活捉了 但遗憾的是并没有找到大波浪 把变态哥送医院之后 警长带人搜查了变态哥家 一个警员打开录像机 看到了之前被害女孩的一段视频 女孩身处在一个大水缸里 严稠着就要被淹死了 大波浪被变态哥绑架之后 直接就被拉到了郊外的仓库里 这里面有一个特质的大水缸 会不定时的往外喷水 刚开始喷水的量很少 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大量的水就会涌入水缸 最终将被害人淹死 医生经过对变态哥脑部的分析 认为变态哥患的是罕见的汇轮症 也是一种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这种病在胚胎阶段 被母体的特定病毒感染所致 后期会因为遭受一些创伤而发作 引发这种病症的因素有很多 水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诱因 目前还没有能够彻底治疗这种病的办法 警察们一听这心彻底凉透了 警长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 让变态哥说出大波浪在什么地方 但刑讯逼供或者说服教育 肯定不适用于变态哥 于是警方便把变态哥 弄到了Keslin所在的高科技技疗机构 警方给机构的工作人员 播放了受害人的视频 希望能借助机构的仪器和凯瑟琳 进入到变态哥的意识里 找出大波浪所在的地点 对凯瑟琳来说 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 因为现在谁也不知道 变态哥的脑子里到底都有什么 但有一点可以明确 里面肯定藏着一些 超出常人可以理解的东西 一切就去之后 入侵变态哥脑细胞的行动开始了 凯瑟琳进去之后 首先看到了变态哥 小时候接受禁礼的画面 然后他一路跟踪变态哥 来到一窗名寂静的房间里 小时候的变态哥 对凯瑟琳有很强的戒备心 拒绝跟凯瑟琳有任何的交流 那匹看上去价格不菲的马 也被变态哥的意识给平均分割了 可以说变态哥脑子里的东西 不仅扭曲而且抽象 很多东西似乎都有很深的寓意 但是又很难弄清楚究竟代表了什么 不过从这些极不正常的画面中 可以大致了解一些 那就是变态哥有着一个非常不幸的童年 身处在这个极度变态的意识中 凯瑟琳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身陷其中无法自拔 第一次的入侵 在凯瑟琳的恐惧中夹然而止了 而大波浪那边 水缸上面的喷头开始了第一次喷水 虽然注水量不多 但是也把大波浪吓得不轻 第二次入侵脑细胞之前 警方把变态哥的狗给弄过来了 希望一次能让变态哥变得平静一些 可这第二次比第一次要凶险的多呀 变态哥首先给了凯瑟琳一个下马威 凯瑟琳跟着变态哥来到家里 送给了变态哥一个小镜子 说如果找不到他 用这个小镜子反射光线就行 紧接着凯瑟琳见到了变态哥那个亲手父亲 这是一个极度暴力的男人 变态哥的老妈 就是因为受不了长期的家暴才离亚出走 小时候的变态哥没有选择的能力 只能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 正如我们楼下卖炒冷面的李德亚所说 每一个变态都有一个不幸的童年 虽然凯瑟琳说尽了安抚的话 但变态哥依然没有告诉他大波浪在什么地方 并且以邪恶酋长的面目出现 企图将凯瑟琳控制住 凯瑟琳的脑电波很快就反映到了仪器上 眼瞅着凯瑟琳要迷失在变态哥的意识里 机构人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让警长过去把凯瑟琳给救出来 这个时候的大波浪遭受到了第二次的喷水 由于封闭的太严实 大波浪就算喊破喉咙也没人听得见 一切准备好之后 警长进入到了变态哥的意识里 似乎是变态哥那位离家出走的老妈 接着警长来到了一个类似于寝宫的地方 凯瑟琳一袭黑沙 表情迷茫意识沉沦 已经成为了变态哥的囚徒了 作为自己精神世界里的国王 变态哥打算先拿警长开刀 在警长的不断呼唤下 凯瑟琳的意识渐渐决醒了 他刺伤了变态哥 然后和警长来到了另外一个神奇的地方 也就是现实中变态哥囚禁大波浪的地方 虽然变态哥仍没有说出距离地址 但警长根据某些图案发现了端倪 在变态哥家的地下室里 有一张不锈钢的台子 上面的图案跟变态哥意识里的图案是一模一样 大波浪那边终于迎来了他的灭顶之灾 这一次喷水比之前两次都要多 而且根本没有打算要停的意思 警方根据不锈钢台子上的商标 顺藤木娃最终查到了变态哥在郊外的飞机厂房 而作为儿童临床学家的凯瑟琳为了治疗变态哥 居然违规让变态哥进入到了自己的意识里 他的想法很单纯 就是希望用自己意识里的美好事物感化变态哥 凯瑟琳以圣母的形象出现在了变态哥的面前 但他显然低估了变态哥的邪恶程度 接下来是一场正义和邪恶的教练 主场作战的凯瑟琳显然占有天时地利人和 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比说服教育见效多了 变态哥的灵魂终于得到了净化 但他的肉体也因为服药过量死掉了 哎呀忙活了半天等于白忙活了 还不如一枪直接把变态哥给毙了 省得浪费那么多资源 而警长那边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警长乘直升机来到废弃的厂房 在DH里见到了正在锤子挣扎的大波浪 警长打碎玻璃救出了这个幸运的女孩 凯瑟琳圣母亲泛滥收养了变态哥那条 曾参与绑架大波浪的白猫狗 回到现实中我们再来看 有很多杀人伤人的事件都是精神病人所为 这些病人虽然可以不承担行事责任 但谁又来给受害者一个公平呢 我们固然不能歧视精神病人 但最好还是把他们看尽点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经 要想孩子将来好 父母关爱不能少 整天非打就是骂 长大肯定好不了